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紫陽師禁所 我是Sandra三卓拉 各位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我今天為什麼穿成這樣 好像是要去跳舞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我今天的打扮呢 是因為我今天採訪的來賓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Tango老師 那我們歡迎他的出場 嗨,大家好,哈囉 嗨,他是Tango老師 辛達老師 那我們為什麼會邀請辛達老師過來呢 因為其實他在去年的時候 他有參加阿根廷Tango世界盃 即興比賽闖進決賽喔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他當場的精彩演出 阿根廷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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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你們看完星达老師的影片是不是覺得他超厲害的對不對 - 對我也是這樣覺得 - 所以待會我就會跟星达老師舞一曲 - 但是因為我的技藝沒有這麼好所以我不會放給大家看 - 這個我們剛好沒Re過耶 - 我們剛才唱一下 - 這我們剛好沒Re過 - 現在還不行這樣子 -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星达老師他是怎麼樣踏入Tango這個世界的 - 其實從他小時候開始說起 - 從他大學的時候開始 - 其實星达老師我們剛討論就是說他大學其實是讀建築系 - 我以前是對設計的東西比較有興趣 - 對因為他小時候就喜歡玩樂高啊 - 對對對對 - 然後所以爸爸媽媽就覺得 - 那以後你是不是去讀建築系當個建築師好像很棒這樣子 - 是個不錯的目標啦 - 對 - 只是最後沒有實現而已 - 沒有實現 - 其實因為星达老師他又發現更有趣的目標這樣子 - 好那其實大家看星达老師他其實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 因為他大學的時候其實都在玩什麼社團 - 國標社 - 國標社喔 - 對而且他跳得很好這樣 - 欸我剛剛有跟你講就是為什麼我要去國標社 - 因為有很多人會問我說為什麼我要去國標社 - 因為你是讀二類組的怎麼會想去跳國標社 - 其實一般我那個時候大家流行的其實是什麼街舞 - 對 Hip Hop那種的 -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就是 - 學校就已經很多人在迷街舞 - 然後女生可能也比較喜歡看跳街舞的男生然後覺得很帥 - 對會翻啊什麼的 - 對但是那時候在大學的社團博覽會的時候 - 我就每個攤子去逛嘛 - 然後我也有看到就是熱魯社那一類的 - 然後我也覺得很炫 - 對 - 那時候也有想過說我是不是 - 以前沒學過那我就要不要來炫 - 那後來看了一圈之後後面看到國標社 - 我那時候就好奇什麼是國標社 - 然後就看他們有介紹的影片 - 然後學黨姐在那邊會稍微示範一些東西 - 然後我就看到原來是雙人舞 - 好像也不錯 -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抱著一個想法是說 - 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 大家都一股腦的都去熱魯社 - 那我不想跟大家一樣 - 那我就去國標社 - 然後我就直接報名 - 所以有時候你不想跟人家一樣 - 就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 也是啦 - 對 - 那其實辛丹老師他從大一參加國標社 - 一直到現在已經有16年的舞蹈的經驗了 - 這樣 - 可是其實有時候我們的人生 - 不是照我們的劇本來演出的嘛 - 所以他建築系畢業之後呢 - 他就是先到建築司事務所 - 先有工作 - 先有工作 - 然後再去室內設計的公司上班這樣 - 對 - 那可是剛好在2014年的時候 - 差不多吧 - 應該是2014年 - 2014年剛好是他人生的一個轉類點 - 那個時候 - 原本我想要辭掉工作 - 然後去國外當背包客 - 對 - 玩玩看 - 但是 - 很想去撞遊 - 對 - 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 看看世界 - 那時候還年輕的時候 - 現在也很年輕 - 然後 - 然後 - 剛好 - 我的 - 我出發那天 - 剛好到颱風 - 然後所以我的 - 飛機 - 就是全部都cancel掉 - 對 - 然後那個時候 - 又碰上自己 - 家人 - 就是我 - 其實好 - 就是我奶奶 - 她那時候身體不是很好 - 因為她可能病危 - 已經病危了 - 就是可能時間不多 - 所以需要親人 - 親人在旁邊 - 對 - 所以那時候家人就跟我說 - 就不要去了 - 就是 - 在這段時間好好陪奶奶 - 然後我就留下來 - 對 - 那的確奶奶在 - 大概兩週後 - 她就上天堂 - 就先走了 - 那 - 在那之後 - 家裡出了完後 - 死之後 - 原本想說休息一下 - 再開始找工作 - 嗯 - 結果我 - 大學的朋友 - 大學期學國標的朋友 - 學妹啊 - 就有問我說 - 欸 - 他們有一群人想要 - 當老師這套路去 - 結果我沒有興趣 - 那 - 我就想說 - OK啊 - 我覺得跳過 - 跳舞也是我喜歡的 - 不如就試試看 - 所以一開始是先 - 先試試看 - 試試看 - 然後是從有氧老師當起 - 就是倫巴 - 你們大家都知道 - 大家有跳過嗎 - 有些人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 就是我有跳 - 我有跳 - 像我有去跳倫巴 - 為了要瘦身 - 而且老師說 - 跳倫巴的時候是 - 又開心又可以瘦 - 這樣子 - 這樣子 - Z-U-M-B-L - 不是國標的倫巴 - 是倫巴 - 對 - 就是類似有氧 - 可是他又不像有氧那樣子 - 他可以跳得很開心 - 對 跳得很開心 - 所以其實 - 老師他 - 他會國標 - 會有氧 - 而且會倫巴 - 然後後來呢 - 他決定 - 要往Tango這條路走 - 這樣子 - 後來 - 我來說說 - 為什麼我開始跳Tango - 其實 - 主要是因為我媽媽先跳的 - 我媽媽先學Tango - 然後她覺得 - 我也是在跳國標的 - 我應該會對跳舞有興趣 - 然後她就拉我一起去上課 - 那剛好也可以當她的舞伴 - 所以我就跟著我媽一起去學Tango - 然後學到現在 - 就跳到現在 - 在當Tango的老師這樣 - 老師他在Tango這邊有很多的 - 比賽的經歷 - 那我們把她過去得獎的一些紀錄 - 放在這邊給大家參考一下這樣子 -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新達老師 - 就是你一開始 - 走舞蹈這條路就是順風順水嗎 - 沒有耶 - 其實 - 其實一開始 - 我在想要當老師這條路在走的時候 - 我一開始也是遇到蠻多挫折 - 因為 - 因為 - 一開始我覺得說 - 我自己覺得 - 因為我有學國標 - 所以我來跳Tango - 我覺得 - 我算是學得快 - 對 - 所以其實當我想要走這條路的時候 - 我以為我會走得比較順遂一點 - 對 - 但其實並不是那樣 - 我也曾經 - 我也曾經自怨自哀過就是 - 為什麼我比不過別人 - 為什麼別人 - 拿到機會的總是別人 - 為什麼我都拿不到機會 - 但是 - 現在 - 現在 - 現在我在回頭看 - 我反而感謝 - 以前 - 呃 - 沒有選擇我的 - 的那些機會 - 嗯 - 因為我覺得如果 - 以前我 - 這麼早 - 還在這麼不成熟的狀況下 - 我就得到這些機會 - 我覺得現在的我不會有現在的這個成就 - 對 - 因為我可能就會安於 - 現狀 - 現狀 - 我可能那時候我可能得到這個機會 - 我開始得到一些Tango的工作機會之後 - 我可能就 - 安於現狀 - 我就會覺得 - 這樣就夠了 - 我有在賺錢了 - 好 - 所以可能就會上 - 我自己啦 - 我覺得我可能當時會上失一些 - 往上衝的一個力量 - 那我覺得 - 在這段過程中我覺得 - 呃 - 讓我最有 - 讓我 - 讓我有動力的那一件事情就是 - 因為身邊的朋友就會跟我說 - 就是 - 你 - 要耐心本來就要花時間 - 對 - 那我就是說 - 我把自己先給練好 - 對 - 我把自己先練好 - 提升我自己之後 - 呃 - 機會什麼的 - 以後再去追求 - 因為現在 - 這表示別人 - 看不上我 - 表示我自己能力還不夠 - 那我可能實力也不夠 - 所以那我只有把我自己做好 - 從剛剛 - 辛達老師的分享 - 我們可以知道說 - 假設你們已經找到自己一條 - 你想要走的路 - 但是這條路呢 - 可能不會像你想像中這麼的好走 - 你一定會遇到一些自我懷疑 - 然後或者是自怨自哀 - 或者是為什麼沒有人看到我 - 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 因為這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 - 對 - 假設說你真的相信這條路 - 是你想要走的 - 那請你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 去好好的累積自己的實力 - 就像辛達老師一樣 - 他累積自己的5G一樣 - 對 - 然後告訴自己 - 我相信有一天我會被看到 - 但是那時候的我是不是準備好了 - 對 - 這應該是這樣吧老師對不對 - 對對對 - 我覺得長得很好 - 長得真的很好 - 就是這真的是以前的一個心路歷程 - 對 - 因為我覺得 - 如果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 就catch到那些機會的話 - 我覺得 - 對 - 對我的未來 - 對我的職業長遠來看 - 它不見得是一個好處 - 對 - 我覺得反而是 - 因為沒有得到機會 - 而驅使了我 - 想要更往上爬 - 對 - 所以我就有出國進修 - 這些經驗 - 對 - 所以其實有時候挫折 - 反而是一種 - 你向上衝的一個養分 - 對 - 對 - 只是說你是把這個挫折當成 - 讓你往下沉淪 - 或者是往上衝 - 那其實就是選擇嘛 - 但我必須講啦 - 當一個人他在那個挫折中 - 在那個沒有自信 - 在自願自愛的那個moment - 他其實是一定沒有辦法看到未來的他 - 對 -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就只能咬緊哪根 - 然後你就是要把這一段給hold過去 - 繼續提升自己 - 真的只能這樣 - 對 - 我當初也不知道我能走到像現在這樣 - 當初也是 - 也還是很二流的 - 很二流三流的一個老師 - 甚至還稱不上是老師 - 因為自己根本跳得還哩哩哩啦啦 - 就是你頂多當人家助教 - 就是去幫忙 - 去教一些學弟妹 - 可能還可以 - 可是你說要真的能讀當一面去當老師 - 那個時候的實力根本沒辦法 - 但是那個時候我卻開始自願自愛 - 卻開始覺得說 - 為什麼都沒人看上我 - 為什麼怎麼樣 - 為什麼怎麼樣 - 當然啦 - 咬 Nag間也能撐過那一段 - 現在的我回去想 - 我們就會覺得 - 那都是必經的路啦 - 對 - 所以其實你們要有時間的累積 - 當時間 - 當然不是你的年紀變大而已 - 就是你要累積自己的無技 - 那不斷不斷地去自我充實 - 總有一天 - 你會再找到屬於你的天空 然後去發光發熱 那如果說你遇到一些困惑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身旁如果有人可以幫你解決的話 請他伸出援手 給你一些建議 如果說你們在舞蹈上面呢 有一些想要請教老師的地方 他應該很樂意吧 當然當然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非常 令人開心的老師 那我可以問一下老師就是說 你當老師這麼久啊 你覺得當老師最開心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當老師最開心的地方 先講跳 比如說跳倫巴 跳優養 在這塊上面我覺得 讓我最開心的是 我只要看到學生在笑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學生是很投入 在跟著我一起做動作 又可以變瘦 又可以變漂亮 我看到學生是投入的 跟我玩的跟我互動的很好 我其實是很開心的 一起度過那個歡樂的時光 那在講到說我在跳Tango 這塊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能得到最開心的是 我看著學生進步 學生開心我就開心 有的時候學生可能會 學生也會懷疑自己 就是自己是太不好 可是我只要看到他改變了 他進步 其實我是很滿足 我是很開心 我覺得 學生的進步 同時也是肯定我自己啊 就是 我覺得我教的方向 是對的 是對學生有幫助的 所以 所以常常看到學生 會互相互相說 誰誰誰進步了誰誰進步啊 然後如果那些 如果那些學生剛好我有找到 我可能自己也很開心 那可是 我的學生 別人說他進步了 還不是我自己講 因為自己講 有時候有事情 所以不準 所以有別人 透過別人的口中講的 對 別人講說 那個誰誰誰進步了 如果那個人剛好是我學生 我可能就會很開心 就是 他的進步也被別人看到 我是很開心 其實 可能在看 這個頻道呢 各位你們可能有 有一些人 你們想要當舞蹈老師 像老師一樣 那可是 這條路其實 老師有一些 中肯的建議要給你們 這樣 我覺得 想要當 不管是舞蹈老師 或者是 你想要 不管在你什麼職業上 我覺得不真的是老師 你在什麼職業上 你想要再往上爬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都一定會經過一個關卡 就是 你一定會經過一個 你很 很down的一個時期 對 你可能 你可能會像我一樣 以前 會像我以前一樣 會可能自圓自壓 會覺得怎麼 機會都輪不到我 但是我覺得 那個都 真的都是過程 對 真的是要 堅持你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好好的去做下去 我覺得 一定是可以熬出一片天的 因為 可能在當下 你可能累積的人脈 你的實力都還不夠 那 你慢慢時間久了 你實力累積起來 人脈也累積起來了 機會自然就會來 所以我覺得 對 其實不用急 我都會希望 未來想要當老師的人 我覺得 這個都是不要急 我覺得先累積自己的實力 累積人脈 這個是比較 是比較重要 但是我也必須講 當時的 我看不到這個 對 因為你身陷其中 你看不到 自己的未來 對 對 所以當時的 我也是對自己會很懷疑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滿老實說 為什麼別人沒看到我 我就是跳不好嗎 就總是會有這些 雜 雜質的東西 在我腦袋裡這樣 這個時候 你可能需要一個 比較專業的 我自我推薦 你們可以來找我 這樣子 就是 對 需要有一個人 幫你看到一些 你自己本身的盲點 然後點出說 其實你未來的一個發展性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會走到這條路 但是你的人生 難免會有起起伏伏的 對 我這邊幫仙爪打 他看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 不管是什麼樣職業的人 不管是 你的位階在哪裡 你現在正想要往上爬 或者是 你開始對你的職業有倦怠 或什麼的 我覺得找他談 是一個非常好 因為他看到太多職業的擺態 所以他一定可以給大家 非常好的一些建議 對 給大家一些建議 就是希望說 你們也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然後創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然後在裡面開心的度過你的人生 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變成新達老師的學生 因為 我先前其實是有舞蹈底子 是芭蕾啊 現代舞啊 可是已經太久荒廢了 那其實跳Tangle 可能大家會覺得 沒有舞伴怎麼辦 對 這怎麼辦呢老師 我覺得 我覺得跳舞 舞伴這一個總是 雙人舞啦 舞伴這件事 總是大家會一個 會一直在care的東西 但 很現實的是 跳舞這件事情 男生真的就是比較少的 真的 女生真的比較多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就跟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 職業上你覺得很大 我們那一段一樣 就是你把自己先練好 因為 你在學跳舞的時候 老師 不管是男老師教你 或女老師教你 你都一定有自己可以練 就算你是初學的 的確沒有舞伴 你會覺得悶 你會覺得自己一個人練很無聊 你會覺得 永遠都只有老師在帶著我跳 不過我覺得這沒關係 如果你等你自己的實力 累積起來之後 你以後去舞會 去練習會 你會 一定會有 跟你實力相近的 朋友 舞伴會去找你 一起練習 當然 我也不去講 Arcane Tango 其實 如果你只是 跳好玩 跳興趣的 其實你不太需要 一定要有一個固定舞伴 你是像我們這些 因為它畢竟是雙人舞 那就是像我們當老師 像去比賽的 對啊 像我們一起去比賽的 或者是業餘的 如果你說你只是玩好玩的 其實 因為Tango 畢竟是比較即興的東西 但是你其實不需要有一個 一直跟你搭檔的舞伴 因為你去外面舞會玩 你不會只跟你舞伴跳舞 你會跟各種不同的人 的人跳舞 對 所以一樣啊 你在一開始沒有舞伴的時候 你會覺得無聊 但是你就是先把自己練好 你練好了之後 你以後要出去跳舞 你以後要 要找人練習 那個都是對你來說很簡單 對 那我可不可以請老師也是跟 看這個頻道的男性的觀眾 講一下 假設說 他們也想要嘲試的話 他們 可能 要突破一些什麼事情 男生的話 男生突破什麼 男生我覺得 突破一些心理障礙吧 就是有些男生會覺得自己 不會跳啊 會同手同腳 覺得自己是舞蹈智障 但是我覺得不用這樣想 因為畢竟Tango這個是比較即興的 你跳的不好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你慢慢練慢慢練 你真的練出一個興趣 你的實力會越來越好 對 那其實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說 如果說你們剛學的男性朋友 就是你們踩到我們女性的腳 我們都OK的 因為我也常被踩到 那我也常常去踩到人家的腳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跳舞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 你可以培養的一個興趣 這樣子 而且很好玩 會讓你很開心 對對對 其實是 我覺得雙人舞 它 能給予你的開心 是你跳單人舞 得不到 你感受不到的 你也許跳單人舞 你自己進步了 你會得到成功 你會很開心 可是在雙人舞 它畢竟是在social 你跟一個朋友在social的時候 你在social之間 你是可以得到一些 你平常在生活中 你得不到的東西 對 那是一種體驗 對 那是一種體驗 是一種你生活的一個體驗 因為如果說你平常下班回家 你就只是 待在家裡 看電視 或是玩電腦 你沒有什麼social的活動的話 相對的會比較無趣一點 可是如果你透過 其實不一定是跳tango 你要跳sasa 要跳swing 我覺得那都無所謂 就是這種social dance 其實就是讓你的生活 能夠再多加一點料 多一點點樂趣 對 多一點樂趣 沒有說一定要來跳tango 我並不是這樣講 你要去學其他雙舞 社交舞 我覺得都無所謂 但是就是讓你的生活能再多加一點 調味料 再多樂趣 對 多一點調味料 你的生活會多彩多姿 對 好啊 那我們會把那個 老師的資訊放在下面 假設呢 你們想要學 跟老師學跳舞的話 因為真的很好玩 那你們就可以跟他聯絡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老師 拜拜